郭建國 郭教授 郭建國 郭教授 郭教授 郭建國 郭教授 那現在就把時間交給我們 郭建國郭教授 來大家 再一個協議 謝謝 謝謝 郭教授 那我有這個機會呢 就要來跟大家一起 大朋友 小朋友一起來玩科學 那其實我是對 玩科學的喜好 所以一時想不開,從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建議到科教館 那最大的轉變是每天都要去按指揮,因為上班,下班也要按打卡 第一次感受到上班主的心聲 你要是差一分,我印象最正常是有一天差一分鐘 其實是等電梯,那個電梯從B1到10樓 我就看到他從1樓到10樓,再下來,我進電梯 所以我去按的時候,剛好超過35秒 對,因為我剛戒掉,遲到35秒怎麼辦? 沒有,其實因為我之前沒有加班,所以不能加班補修 後來我就知道政府的規定是加班補修一小時 那可以一小時寄,可是我沒有,我只能請休假半天,最少半天 那時候我主人說,沒關係,我幫你消掉,不行不行不行 那個電梯之後我們不要這樣,當主任不應該列教不好的慣例 我休假半天,然後我就跑去喝咖啡 這個時候才發覺,其實第一次感受到大人上班的那種壓力 因為事實上,所以小朋友最幸福了 你看你遲到一小時也不會怎麼樣 老師第一次看一看,連心好不好,心情好不好,連色都不一樣 但是因為基於玩科學的喜好,當然座外面也是在想著想著要玩什麼科學 就想到,座老師之前呢,早來談這個,玩科學 那因為來這邊,中庄大學的好處就是,玩不一樣的東西 一定要跟以前不一樣 然後就思考,那我們怎麼不一樣 就走入生活玩科學,問題是什麼是 問題是什麼是生活 什麼是什麼,生活其實到處中了,我們就充滿這些科學 好,其實跟生活很相近的是文化 文化,你知道什麼是文化嗎 啊,我告訴你,好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什麼是文化 好複雜喔 那,你知道我跟大家一樣,我怎麼知道找什麼是文化 要問誰 你們有問題的時候要問誰 社會老師 太好了,問社會老師 老師不在的時候要問誰 蛤 問書 對,問書還有呢 我們找資料的時候 欸,問Google Google怎麼寫啊 Google Google 中文叫什麼 谷歌 有沒有,有沒有聽過谷歌 其實還可以問一個人 還可以問誰 谷歌 有一個人叫谷歌 就是我 你看,你都沒有人說悟我 我不在的話才悟Google 懂嗎 要是看到我的話呢 就要記得問谷歌 好 大家是開玩笑 其實兩點三個挑戰大家 我們大家都很累 好 那既然是從文化呢 上面這一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從維基裡面 悟谷歌 悟谷歌 他所說的 所謂文化呢 就是指各種文字、語言、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跟藝術等 這些就是文化 你要是找谷歌的話呢 他就告訴你文化是這個 可是這個呢 這些東西呢 他怎麼跟科學結合在一起 對不對 好,我們就要考驗 我們要跟這個文化往在一起 第一個我們要討文化 裡面討文字跟語言 這有點難對不對 這國字會唸嗎 怎麼唸 怎麼唸 奇跡如風 奇許如 青夜如 不動 對 這一句話 你們聽得懂哪一句話 不動如山 誰說了誰說 好聰明喔 不動如山 來來 送獎品 來喔 古歌 剛剛是誰說不動如山 什麼是不動如山 不動就等於是山 喔 不動就正山 山就是不動 來來來 那你知道不動如山怎麼來的嗎 不知道 不動 喔 這個是從孫子兵法 孫子兵 有沒有聽過孫子兵法 有 有 看過孫子兵法的幾種 喔 只有大哥哥而已 只有一位 沒有關係 小朋友你慢慢的會看到這個孫子兵法 其實老師喔 因為要玩科學 因為要來中央大學 玩科學 一定要多讀一筆書 讀著讀著 一看 欸 不動如山 就讓我想到 不動如山 也可以來玩科學 我們可以玩什麼科學 喔 這有些解釋啦 他說像進隊行駛的時候 喔 走了很快 像一陣風一樣 不然呢 慢的時候就像森林的樹木一樣 慢慢來搖擺 誰會搖擺 怎麼搖擺 來 誰要示範一下 蛤 來來來來 搖擺一下 慢慢的搖喔 搖擺 搖擺 喔 很好啦 這是要搖擺 懂嗎 來來送筆 其實喔 我們想要這個科學 其實我們等一下玩了科學 看起來就是小學生玩的 對不對 我們一定讓小朋友玩的 因為特別交代 祝老師特別交代 不可以玩太難 但是呢 你們國中就會學到這個 這牛頓定理 有沒有看到 牛頓定理 牛頓定理 牛頓定理在談什麼 要嘛就不動 要嘛運動 你推他一下他去運動 要了解嗎 到第一第二第三運動定理 其實第一運動定理 就是禁止不動 這是物理概念 好 要嘛就是受力 對不對 第二運動定理呢 就是牛頓講F等於MA 這太難了 我們講第三定理 第三定理比較簡單 第三定理是什麼 你知道嗎 蛤 第三定理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用力 我用力 你怎麼知道 啊 差點送氣球 來 射出去 你玩過 那我不給你玩 往這邊 哇 謝謝你給我 盡量沒有藥 來 換這邊喔 看有沒有藥 來來來來 謝謝 謝謝 怎樣啊 這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我可以上回藍作用力嗎 我可以上回藍作用嗎 我可以上回藍作用力嗎 我可以上回藍作用力嗎 好 做得好 來 吹風機 不動如山喔 站上面 對大家 等一下跟鏡頭說哈嘍 網路上可以看得到耶 二十年後 也可以看到你玩 不動如山 沒關係 這沒練過 有練過玩不動如山 沒關係 失敗了成功師母 國父失敗十次 好 剛剛有人說球太小 準備比較大的 你做過嗎 你做過啦 你做過啦 好 這可以喔 太緊了 有點難對不對 太斜了 比久一點 我的學生比較厲害 他可以在上面不動爐山 謝謝